其实啊 这个 肯定我如果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 你到了新公司 老板告诉你 你不之前做过运维开放吗 没有 那你这个项目就不能放上去 那你不放 那你就只做过一个CRM 那你 就那个学员管理那个 那你不放 别人给你5000块钱来干嘛 5000块钱里面2000是绩效 3000基本工作 那你做过这个一系列的东西了 那好 我给你这个需求来你们做吧 你们肯定是蒙蔽的 我不知道怎么弄 是不是 不用着急 不用担心 对吧 当你 当你遇到这个复杂的任务的时候 对吧 不要 就说 你一定要 遇到任 包括遇到 包括遇到任何的任务 对吧 这个呢 你要思考 怎么能 怎么能把这个 它的本质看出来 对 通过现场看本质 对 就要提取这个任务的本质 到底是干嘛 这个任务的本质到底是干嘛 对吧 对 那比如说我们看来一下 来看一下我们这里的需求 这些任务的本质是到底是干嘛 我其实我告诉你 你看着啊 我们现在登陆指定的 我们登陆指定的机器 然后从Gate上下来代码 然后编译打包 这是不是都是一些动作呀 啊 一些动作 那 那我问你 这些动作 其实在咱们机器上体现出来 是不是都是 一个动作 就是一对命令的集合呀 对 那然后 要不然 要不然是传文件 要不然执行什么命令 对吧 然后呢 另外你登陆远程机器 是不是也是一个动作呀 这是不是也是命令的集合呀 所以我们啊 探讨到这个任务的本质 其实就是 命令的集合 只不过是 把命令分组了 就是 说白了 就是你给一组命令 赋予一个意义 说这一组命令 代表一个什么动作 对不对 这一组命令 代表一个什么动作 对不对 并且是按顺序执行了 什么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 你给它分布了 对不对 你可能一百条命令 分成十步 第一步执行哪几条 第二步执行哪几条 是不是这样吧 就是一对命令的集合呀 那好 既然你已经想到了啊 那既然就是一对命令的集合 对吧 那 我就 我 我就 我就提供这个 提供一个平台 能让他在这里随意 写组合各种命令 然后分各种步骤 不就完了吗 你有意思吧 他可以随意写各种命令 然后在在上面可以对我这一组命令 随意的分组 你有意思吧 然后随意的 分配他的执行顺序 那是吧 那就可以了 对吗 很显然你们还是懵逼的 所以 所以了 我们已经实现了 怎么登到机器上 执行单条命令 是不是 那你就 现在只不过变成 执行多条了吗 注意了 Paramical 只要连上去 只要不断开 就可以执行多条 你知道吗 Paramical 你 SSH连到远程的机器上 你是不是可以执行一条命令啊 还可以执行多条 你只要不断开 就可以连续执行多条 理解这意思吗 对啊 对啊 那现在我们就提供一个平台 让用户在页面上自己写了一堆命令 我们在后台把这一堆命令读进去 然后 哎 叫给Paramical一执行 不就完了吗 对吧 分组的话 只不过是他写了一堆命令 然后给他起个名字 不就分组了吗 对吧 是不是 嗯 每个命令的执行的结果 每个命令的执行的结果 你可以写日志啊 你可以写数据库啊 都可以啊 就是命令执行的过程中 就不 你别管了哥 那么那么那么闷 命令执行的 命令执行过程中的 所有的输出 你可以随 你可以一直读到啊 你可以让他不断 你可以让他写日志文件 写什么都可以啊 可以啊 你可以让他就停下来啊 就断了 整个流程就都断了 都可以啊 那个命令依赖关系 是什么意思啊 对啊 就是 是这样 默认来讲 他就是所有的都是依赖的 就是这条命令只要不成功 下面就不走了 整个就就断了 没这意思吧 就代表整个流程没走通 然后你 你的你的页面上就看到啊 这个流程失败了 没这意思吧 好 那 所以 我们现在 如果想让他实现一个 就是 说白了 反正已经知道了 你这个 你这个其实就是 一组命令的集合吗 啊 一组命令的集合之后 那 你就要看了 说 说啥呢 对 哦 你 你肯定 你肯定是 你肯定应该设计一个表结构 来支持 让支持这样的一个一个 就是一个一个功能吧 让用户比如说可以写命令 然后 然后并且给他起名字 给他并且对他分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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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工作吧 对不对 没错吧 啊 啊 那好 我们就是说 我们思考 如果我 要有一个表结构 来这样支持这些东西的话 那个表结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呢 是给他这样分的 好吧 我只能在这给你干讲了 好吗 因为这个这个功这个项目 这个这一块功能也是我第一次讲 啊 讲的不好你们都包涵 好不好 肯定备课了 但是 哎 那个谁 谁说不用 这块不用讲了 把钱退给我 对了 对了 我是这样分的 就说呢 我先从这个 就是 总的来分 总的来分 我把 注意 你看你这个代码上线 你们公司有可能有非常多的业务线 是不是啊 那每个业务线都有自己有那么一套流程 是不是啊 那我希望我这个平台上可以支持 就是多个代码上线的这个流程 你对我意思吧 就多个流程 不是说只支持这么一个 你就是 他可以支持多条业务线并行的上线 那也意思吧 所以呢 那你要区分开就是干嘛呀 首先我要有一个 我有一个就是 Task Plan 这个Plan是指什么呢 任务计划 任务计划 对 任务计划里面分为什么呢 好几组的命令 就是好几组的 你看 你我就可以理解为 这就是一个任务计划 OK吗 这个任务计划里面 是不是分好几个阶段呀 对吗 所以呢我这里面会分为 这个什么呢 Stage Stage就是阶段在这里 阶段的意思 理解吗 Stage 1它的阶段是干嘛呢 测试 对不对 然后Stage 1下面是不是分了好 好几个小的任务啊 我管它叫Job 没意思吗 兆布1 兆布2 比如说兆布1是干嘛 对不对 登陆指定的 登陆指定的机器 然后它可以是 它可以是这 这一对 这两个可以是兆布1 就是一个兆布可以代表 多条指定 你解决意思吗 兆布2可以就是说 345 可以吗 这样 那这只是Stage 1 那Stage 1完了之后 接下来 如Stage 1完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Stage 2 Stage 2 你是不是就是 这个Stage的测试啊 Stage准生产环境的测试 那你这个准生产环境测试 是不是也有兆布1 兆布2啊 兆布1啊 然后兆布2 最终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Stage 3啊 Stage 3 然后你就是发布了 相当于 是不是啊 发布 然后也是兆布1 兆布2 兆布3 是不是这样啊 好了 我的 我的想法就是说 我的表结构 看到没 他可以支持这种逻辑 对吧 首先啊 你这里有一个这样的Task 当然 下面有没有可能 还有其他的Task Plan Task Plan是什么呀 比如说这是这个 定时备份 行不行 可以吧 他就另外的一套流程了 是不是啊 流程可以自己的定义 然后你这边呢 上面有多少个Stage 也可以自己随便分 可以理解吗 嗯 哎 那就是整个一个这样 我就想 你的表结构怎么支持它呢 首先 你是不是得有个这样的 Plan表 Plan跟Stage是什么关系 一对多吧 是不是一对多啊 哎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Stage表 那Stage跟Job什么关系 不止关系 是不是 这个啊 对吧 当然Job下就是一条条指令了 是不是 你Job下就是一条条指令了 是不是又是相当于一个一对多啊 类似啊 对 这个指令 也不一定是一对多 因为 这可能是这一条记录里存了多少指令 是没问题了 是不是 对啊 一个Job里面可以有多个命令 但是 这个 就是说 一 一条记录里 一条数据库记录里 可以存多少命令 可不可以 我就写一个什么 Tax Area Tax字段 字段里面存 多条命令不就完了吗 那意思吧 可以吧 好了 同志们 那 就是那么一个表结构 听见的吧 是吧 哎 我们建一个这样的表结构 那 现在 在建表结构之前啊 那 嗯 其实呢 在建这个表结构之前 还有一个东西 我得给你引出来 就是涉及到这个任务这个地方 这个任务啊 大家来看 现在说了 它是登录指定的机器 然后呢 去下载新的代码 你去到这个两条命令里面 去给我找一些名词出来 佩奇听不下去了 听不下去了吗 找一些名词出来 基器算不算一个名词 机器 肯定是有原因的啊 让你找名词 机器 是吧 然后呢 Gate 从Gate下载 是不是啊 也不能是名词吧 也包括动词 啊 登录 是不是啊 然后呢 这个 其实 这这三个 这这三个 那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了 朋友们 我们就来 听不听 我们来分析一下 你这个登录指定的机器 现在我能不能简化 它的抽象一下 它的就是 本质上 它的就是干什么 就是进行了一个SSH 对吗 对 对不对 对 那 Gate 是不是就进行了一个Gate 什么 Pool 或者是Gate Pool 对 对吗 对 然后要从指定的这个 呃 远程的这个 叫叫叫什么 仓库里 是不是啊 好了 这是这个 那现在 看下面这个 是不是有一个编译啊 是不是Build的编译啊 啊 Build的编译 那 注意了 有些软件 啊 不是 这个 呃 不同的语言 比如说有的Java 有的什么C++啊 它是有一些专门的编译工具的 理解吧 啊 你C++它就用那个什么呀 GCC吧 啊 C语言C++GCC 然后Java的话 用什么叫 Maven 你你不需要关心 你不要关注 理解吧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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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些编译工具 理解吧 也就是编译的时候 它需要调用这些编译工具 Python不需要编译 理解吧 Python不需要编译 Python解释器自己编译了 那OK 那这些工具里面 你在编译的过程中 是可以配置一些参数的 懂吧 配置一些参数的 OK 然后呢 还有你比如说运行这个测试脚本 这个测试脚本 那个谁 叫张心同 你们之前测试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指定的测试工具 有没有一些专门的测试工具 就用手是吧 哈哈哈哈 啊 OK 你就告诉我是有一些自动化测试的工具的 对不对 啊 你自己写 Anyway 就是说 也就是说 他 得请你装 得请你装 哎 你穿的我那个 昨天晚上换了 那 也就是说 有一些测试 就专门的测试工具的 就是说 你这里面可能需要调用那个测试工具 对吧 因为我的个人对测试也不太了解 但是 我看到 是是有的 对吧 那现在就说了 同志们啊 其实呢 你会发现你执行的任务是五花八门的 对 对吧 不是像简单的说 我就登陆远程机器这么简单 他有各种各样的任务 这些意思吧 啊 所以呢 并且你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可能用户还要自定制一些特殊的任务 你这个平台里可能都 你需要 他需要一些特殊的工具 引入进来 你的平台如果不支持 就没法弄了 是不是 所以我提这个东西是想表达一个什么呢 你们猜 我想表达一个功能是说 你现在这里的任务能不能变成插件化的 爽吗 那这个插件化是指就说 哎 你如果想去执行ssh任务 我就调ssh的插件 对吧 啊 然后如果执行gate 那我就调用gate的插件 对吧 如果执行什么编译 我就调用编译的插件 甚至我还可以允许你自己加插件 只要你按照我的这个流程 具体你这个插件里干什么 我不管 对吧 你在数据库里配置好了 说反正只要我掉这个插件 我把你在数据库里配置的 要干的事情传进去 就完了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嗯 不能理解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应该把这个任务变成一个插件化的 而不是写死 懂吧 哎 所以我们在设计表结构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这一点 OK吗 嗯 好了 基本上就是这些 讲完这些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去设计我的表结构 来 首先我们有几个表呢 特定的表 一个 两个 三个 对不对 这个 就是说 这个这个这个插件 怎么去搞 我们一会看 好吗 来 同志们 我们现在 啊 我就给你搞一下啊 呃 哎呀 黄元已经搞完了 这个项目 首先这个自动化发布呢 我们要重新搞一个项目 我搞一个项目名叫 Bernard 这个项目名 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张国项目 它是集成在我们这个 crazy eye里面的一个APP 叫Bernard Bernard Bernard 那叫肖伯纳 那Bernard very good 对 Bernard呢 在这个是西部世界里面的一个角色 对不对 那 他自己 他 对 你们没看西部世界是吗 你们去看看吧 老牛逼吧 老牛逼了 第一集里面 是不是那个秃头 有点黑的那个黑人 这叫Bernard 戴着眼镜 特别稳定 他是个地形 他是个地形 他是 本来他是那个公园的总设计师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但是最后发现他自己也是个机器人 是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 哎 寓意很深刻 你看 我起一个名字叫Bernard 就说 这个Bernard以为他控制了全世界 在这个里面 是不是 但其实他在我这里也只是一个机器人 被控制的 是不是 这么个意思 我就 我非常有诗意的一个人 来 同志们 那 注意了 我们那个什么呢 我这里呢 其实已经写好了表结构 但是 我就怕你们直接全看明白了 我们一点点看 对 这与运维不运维开发没关系 运维对你来讲 它只是一个 你是纯开发 你只是碰巧 开发了一个运维项目而已 对 那也是运维开发 那 同志们 首先我做了一个plan 看到没有 对 那这个plan里边呢 要不然我这样 我自己 我再创建一个文件吧 好不好 我创建一个文件 虽然我们不真正运行 但是我在那里边写好了之后 咱们再来回来看这个 好吧 因为我觉得要不然这样的话 你就 干讲了 你听不懂 你们已经放弃了是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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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放弃 有个plan 这个plan是不是就是那个总名字 对 然后是不是还要有一个stage 这个plan就是存 任务计划名 那现在呢 stage这个是什么呀 你可以理解为是分组的 任务 就是应该是分组的任务阶段 分组的阶段任务 ok吧 然后 金童你干嘛去 你不下去 你不下去 站一会儿啊 昨天晚上太累了 那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job呀 Steve Jobs 具体的任务 ok吧 好了 那现在他们怎么连接起来 怎么连接起来呢 先写 写吧 任务可以配置成禁用 他就不执行了 Default给一个true 那stage是不是属于哪个plan啊 那 stage是不是也里有名字啊 他不用是唯一的 这个不用是唯一的 你想怎么填怎么填 对吧 啊 还有什么呀 他也可以改成是不是 你那包的 你那人啊 还有什么呢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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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没了 他就有点像plan 差不多 是不是 只不过是说 就相当于plan 是一个大任务 这一会儿 这是一个细分的 是不是 做了一个分读的意思 接下来就具体的job了 job 你怎么写啊 没有 他 他following key到plan 还是following key到stage呢 还是什么 是不是stage啊 对 stage stage 那 现在说了 这个 其实 要不要有名字呢 你也可以给他名字 列吧 就是说 你起这个字任务是干什么吗 是不是 还有什么吗 此任务要不要启用 这个其实不需要配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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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start time 很快 very good 他是不是要真正正正正的干什么呀 搞事情 咱们在这讲了说 你这个搞事情 是不是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啊 你是不是插件化呀 插件化 那你怎么在表结构设计的时候实现这个插件化呢 注意了 你注意了 你要是ssh的话 你得输入要连哪台机器 对不对 连一台或多台 对不对 是这意思吧 对吗 对 对吧 咱们这里是允许他连多台吗 咱们这里是允许他连多台吗 还是就是一台 多台 可以允许他多台 是不是啊 OK 那也就是说 好了 ssh你要输入机器 名 可能还要用户名码 类似的 对不对 那如果是gate铺的话 你是不是要输入远程的那个gate的路径啊 对 然后gate的访问权限是不是也得有啊 是不是啊 比如说 干不同的事情 你需要传的参数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来 想一想 这个地方怎么给他 怎么搞 怎么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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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吗 那个你当然没搞过 你搞过啥 你就搞过比亚迪 那 此时 我们能不能先把我们的 就是说可选的这些任务给他列出来 行吗 你理解我意思吗 就是他能干什么任务 就是能有什么差价先给他列出来 OK吗 啊 那比如说我们就叫啊 job type choices 你可以在这里写 对吧 比如说 对吧 比如说 零 是干嘛呢 ssh task 行不行 ssh task 不要想火线 那 scp task 然后 比如说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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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不要task gettask task 也行 行不行 然后 还有什么呀 就先写这三个吧 好吧 那 OK 我问你 我问你 我现在 我现在给你分了这三种之后 那 你会发现 ssh要输入用户密码 然后加上你要执行的命令 是不是啊 还有哪台机器 对不对 scp也要连输上机器密码 然后是不是要要copy的文件呀 那 git是不是要输入仓库名啊 每个插件 就是每个每个任务的插件 这个参数都不一样了 你现在这怎么搞呢 我先把这个 我现在 现在干的是先拿到任务类型 然后呢 啊 不是 modus small integer integer 然后 choice stop type type choices 啊 可以了 那 这个东西 怎么跟我写的 咱们讲了 既然你要把它搞成插件化 是不是每一个都是足利的 是吗 你怎么在这里跟那个插件 关联起来 怎么 你这个 用过选了这个 你怎么知道就去掉相应的插件呢 对 对 对 very good 是不是可以搞个对应关系 就可以了 是吗 别说他只要选这个 我就去掉用 他对 就是这个对应的那个 关系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表里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相应的记录 然后找出来 找出来这个 相应的就是任务去做就行了 是不是 是不是 这意思 那怎么能对应 这个对应关系 应该怎么搞呢 对应关系应该怎么搞呢 做many to many 做forn king 做one 怎么many to many啊 那同志们 我现在想了 就是说 如果我一个插件是这个样子的 看着啊 我就把每一个插件写成一张表 可以吗 每一个插件 比如说class等一个 ssh task 看没有 ssh task 然后呢 plugin 那 这个里面 我要求用户输入用户名相关的 不是 输入那个 选择机器 首先点 是不是可以选择多台啊 是吧 选择多台 你是不是还要输入用户名密码啊 哥 多台机器的用户名码 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 那可怎么办啊 very good 咱们之前写过一张表 叫把您的host 写过没有 是不是这个 我就可以直接 去另外 是不是相当于去另外一个APP里 这是many to many 是不是啊 是拿到一个bind host的啊 嗯 然后 哎 这是这个 那 拿到主机之后呢 还用用户秘密码吗 还用拿用户秘密码吗 你在这瞎懵 binos里面不已经绑定了 哎呦 绑定了这台主机的账号 是不是啊 那 用户密码在这里 你看是不是已经绑定了 远程用户 是不是啊 你不需要再写 用户密码了 那你既然来只需要 干嘛呢 CMDs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Values点 TextField就完了 然后呢 不要考虑结果的问题 现在能执行 好吧 这样选择完了 就一个最简陋的就出来了 这个插件就写来了 先说这是一个SSH 那我有一个SCP呢 SCP里面 你是不是用理区分 你是这个 是往远程传文件 还是从远程往本地拉文件 是不是啥 这个意思吧 这个SCP 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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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ices 等一个 0就是 Send 1就是 get 是不是啊 然后 控制了 什么不好啊 我愿意 你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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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啊 那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说 呃 呃 你这里是不是写一个什么 local pass 是多少 是不是啊 然后 你是不是还得写一个 remote pass啊 对不对 remote pass 类似这样的 ok 这就另外一个插件就写完了 表结构写完了 那好 我现在就问你 你这个插件怎么跟我上面这个对应啊 谁foreign啊 怎么foreign啊 怎么foreign啊 啊 怎么搞 怎么搞 快快快说 那你现在呢 如果是 看着啊 你如果在这里 在这个照片这个表里看没有 你在照片表里在这里做 Foreign Key到这里的话 行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要在这边Foreign Key的话 那问题就来了 你下面那个怎么办 是不是啊 你这个Foreign Key是不是 在这里一个键只能Foreign Key到一张表啊 那你这有三张表啊 你不知道用户选哪个呀 所以你从照片里面往外Foreign Key是不行的 就是不行啊 照片里面往外Foreign Key是不可以的 对 那 你这个就没法搞 那 哎 有的同学说了 能不能反过来 从这里Foreign Key到这 可以吗 这样的话 刚才怎么可以啊 那你看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在创建一个Job 然后我在这里创建一条记录 选择对应那个Job 差点是不是就关联系上了 对吧 对 可不可以啊 是可以的 但是这里又有问题 问题是什么呢 注意了 你在这里选的是不是假如说是一个SSH 是不是啊 但是你创建的时候你在SSH里面关联了这个 你在SCPTask里如果也关联这个 那是不是就是说那相当于我这个SSH 怎么能关联两个任务呢 就两个照顾呢 是不是啊 那这就不对了 是不是啊 是吧 不能理解吗 你现在我明明用户选的是SSH 你就应该让用户直接在这里创建 就是创建这个表啊 关联这个SSH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但是你如果手键 把这个SCP也关联上了 是不是就出问题了 对 嗯 那可怎么办啊 第三张表 同志们 同志们 注意了 嗯 这种呢 你可以不用在表结构级别限制 你可以在程序里面代码里限制 创建的时候就只能 干嘛 你选的SSHTask 你就只能去关联这个表里了 不用创建 不用创建任何表 你就代码去限制 你就代码限制就可以了 那意思吧 那意思吧 啊 就是那个插件的每个插件都建一张里面一个插件 每一个插件建一张表 不能 因为每个插件里面干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你多加自然乱了 我这个插件不需要这些字段 你给我加进去干嘛 你不要那么高 那样高 你这个插件有多少都说不准 有可能50个插件 你那边写 一个表里写 一张表里写500个字段 对吧 其中490个都没有用 对我有一个插件来讲 你乱了 所以我同志们 这个问题呢 可以在代码级别上进行限制 你不用再做第三张表 说第三张表里 然后再搞一个什么 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跟这个TaskID的 照顾ID进行一个关联 然后再进行 不用那么搞了 那这里就只能这个SSHT 对 对 能解决问题 但是不好 啊 你说我们现在这种啊 为什么不能啊 不能我给你讲干嘛 怎么 逗你玩啊 那同志们 这个地方可以在代码级别限制 就是就是什么呀 你就是让用户 在创建 他只要选了SSHTask 他就只能选择这张对应的表 你也吧 你也的意思吧 为什么 同志们你仔细看 我这里刚才你们说 我小写的时候 是不是要加个下滑线啊 但我加了吗 我为什么没加 因为这个就是小写的表明 你看对吗 你看对吗 我是不是就可以通过反射的形式 根据这个就自动态拿到这个表明啊 是不是导致你就只能选这个了 那个意思吗 一切都是有预谋的 因为这个掌握之中 对 掌控之中 那同志们 这是这个 可以理解这个之后呢 我们来看啊 注意了 那现在我就要问你 啊 咱们现在是不是在每个SSHTask里面 也要关联这个照吧呀 啊 来 就是照吧 等一个modus.foringkey 然后 怎么怎么 是foringkey吗 我不就问你了 是foringkey吗 money to money money foringkey foringkey是不是一对多的关系 我能让他一对多吗 那我这同样的SSHTask里面 我能我能创建两条SSHTask的记录 然后同时都关联这张码 能吗 是不是不能啊 我是不是应该让他 这个表里只有一条记录 能关联这个Task呀 对吗 对不对 那怎么办 你就不能是foringkey 而是什么 你解决意思吗 one to one 这个也是one to one 可以吗 看没有 能理解人万图万吧 好了 你这样 基本上 你这个结构 就就出来了 啊 就就出来了 对就出来了 好 那现在 我们 这个结构出来了之后 我再来看一下 我们我之前写的那个 那个表结构好不好 可以吧 听不听 听不听 这个表结构就是一样的套路啊 朋友们看 我创建了 这个log就一会儿再讲 我创建了plan 是不是这两行 对不对 stage plan name date 加了个日期 还加了个什么呀 order 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们说过了 我要允许用户 自己安排我每一阶段的执行顺序 对 没意思吧 我可以先让他执行第一阶段 执行第二阶段 或者我给他倒过来 或者什么 他随意安排 那你要随意安排 你是不是就有个东西记录他们的顺序啊 order 好吗 order 然后 照顾呢 你看 是不一样的 套路 是不是也是加了个order 然后关联stage task type ssh sct 是不是啥 然后 启用了 然后日期 加了个enable 好吗 接下来看 看这个ssh task了吗 job bindhost 我这还加了一个可以选择主机组 是不是啥 是不是啥 然后命令 然后one to one to job scp呢 可不可以啊 local past remote past 是不是一样的 诶 可以懂了吗 理解吗 懂了 这就是我设计的表结构 好吗 基于这样的表结构 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刚才的一个伟大的任务 就是 一组命令随意组合 ok吧 然后我们先休息 是不是 看一会我的代码怎么实现 好吗 好 好